今天我們來到荃灣吃火鍋放題 一瓦堂在旺角還是荃灣都有分店 都建議先訂了桌子 因為可以坐到寬一點的桌子 我們兩個人都可以坐到這一張 但我想應該都跟我們吃5點鐘第一轉的緣故 在入座之前已經要選定你要什麼套餐和湯底 晚市有三個價錢的放題選擇 我們選了最便宜的精選進口肉套餐 這個是A來的 在7點之前離座或者11點之後入座的話 是148元一位 加一了之後就是163元 如果只吃90分鐘的話有9字 但90分鐘哪裡夠呢 以火鍋來說的話真的會趕一點 9字不修不修 哈哈哈哈 還有一點要注意 如果一個人來吃的話需要額外加50元 要下載他們的APP 再掃QR Code之後下單 大家拿東西之前記得要用酒精搓手液 醬料 飲品 蔬菜 雪糕 都是在外面拿 其實本身前菜都是自助的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也轉了在APP內下單 這樣也不錯 衛生點 就算了 然後再說 切成 一會兒 這樣子 我可以打開 其實也會先要先 吃 不修理 吃 小魚 做 都 做 小魚 做 做 小魚 做 做 日本紫薯很甜 如果不是因為後面吃那麼多的東西 我會再點 起碼點多兩份 韓式泡菜蘿蔔粒也蠻好吃 甜甜的很開胃 醬油麻香秋葵的調味也蠻好吃 這個也很爽脆 不過整碟都被它弄得很滑 二色火腿片就OK 微微鹹鹹的 麻辣主意雖然叫麻辣 但又不是很辣 比較不建議叫的就是鳳爪 吃起來沒什麼味道 一般 接著就到熱食前菜 炸腐皮蝦卷很好吃 外面炸得很脆 裡面吃到淡淡的蝦味 很好吃 黃金炸蝦不太吃得出蝦的口感和味道 所以雙倍之下沒有腐皮卷那麼好吃 炸魚皮超棒 基本上跟外面點一碟的水準沒有什麼分別 不會有油溢味 但要注意的是份量比較多了 兩個人吃起來會覺得多 覺得過分了 如果可以小一點就完美 嗯 一鍋醬油老飯有一點蒜片和肉 我蠻喜歡它的飯炒到粒粒分明 又不會太油 調味也剛剛好 以上是前菜類 接著我們就開始打火鍋 有16款湯底可以選擇 如果要鴛鴦湯底的話需要另外加50元 其實對我們來說有點貴 因為兩個人分 要25元一個人 但因為我們都想試兩款湯底 所以都點了 坐下之後大約5分鐘左右 湯底就會來到 店員說如果湯滾了可以先喝湯 然後再加湯火鍋 我蠻喜歡這裡的湯 是放定一壺在桌上 接著你用完這一壺 店員會主動再拿一壺給你 我覺得很方便 不用狂叫人 雖然有16款湯底選擇 但它加的湯只有辣和不辣兩款 一鍋潮沙窩本身裡面 都有些豆包冬菇等等 最特別的是真的看到一大條的大地魚乾 它來到的時候還不是很大片魚 因為我記得吃到最後它變得很碎很碎 所以我們就算一直加湯 也不會變得很淡 因為它有一隻加味 我是覺得這個鍋要不要放這麼大條 哈哈哈哈 有沒有這個必要 魚味很濃 帶一點點的胡椒味 是非常之禁魚 也非常之禁像吃米線的湯底 超像那些魚米線 韓式泡菜湯來到的時候聞到酸味很濃 就這樣喝我覺得不太好喝 偏辣的 是那種 不是適合就這樣喝的湯 嗯 你加了湯底之後 會好喝很多 我也不會就這樣喝 我覺得用來打火鍋才喝 對啊 就是我這個意思 你不是這個意思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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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便宜的套餐的肉類 包括了三款 牛、羊、豬 我覺得很好啊 竟然有三款 平常也有三款 但通常會沒有羊變成雞 但其實它還有雞肉可以點 嗯 即是多了個羊 羊 哈哈哈 每份肉是有四片 美國安格斯精選牛板 我覺得以便宜的牛肉來說都OK 本身覺得它切得很薄 它也實際真的切得很薄 但吃下去的口感都OK 不過牛味是比較淡一點 西班牙豬肉片是很普通很正常的豬肉片 跟平常放題的水準差不多 我自己真的比較少吃任吃火鍋 有得吃羊肉 嗯 紐西蘭羊卷肉它有少少的酥味 真的不會覺得很重 吃羊肉如果完全沒有 我又覺得它沒有了羊的意思 但如果太重又會覺得太腥 太有意思 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都很好吃 但它這個羊肉是比較嫩的 好像是三款裡面最嫩的一款 嗯 我多喜歡它再點肉也來得很快 而且我們再點多一盤牛肉 感覺上第一盤和第二盤的質素差不多 不會說很參差 然後就是海鮮類 手串三眼海蝦我有點失望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本身太高 因為上網看感覺好像很新鮮 而實際就是普通放題會吃到比較軟和黏殼的蝦 花膠半份都有兩大件 吃完一塊會佔了胃的十分之一 而且口感也是非常一般 所以我們不是太建議熬 除非你真的非常喜歡吃 魚肉有四款 手似白線片吃起來很厚 魚味也很濃 又鮮甜 是四款裡面我們最推薦的一款 手似翠環魚片有些碎魚骨 所以我們比較喜歡白線片的多些 魚雲正常 但我們不太喜歡吃脆骨腩 很難咬 有很多骨 飯粒貝小小粒 煮完之後雖然有些鮮味 但比較韌 今天有兩款蜆 感覺挺新鮮 可惜的是小隻全部都有沙 反而大隻的比較好 沒有沙蠻好吃 特選食材區我們只選了 讓老有鬼鬼 但我們不太懂得欣賞 即是上面你需要煮得來 下面又淋了 不懂得欣賞 精選材料區的選擇都多少 新鮮雞件正常 不會很好吃 但也不會很重蒜味 豬爽肉流吃起來 就像豬頸肉一樣 但就再油一點 鴨血都不錯 雖然沒什麼味 但口感不錯 海鸟是超級長 它寫著有8吋長 味道都OK 挺正常 軟類和餃子類的選擇都很多 它還有素軟類可以選擇 手打三寶丸小小粒 好可愛 它真的可愛 我不太分到三粒的味道 因為我們的湯底很濃 但口感也挺彈 而手打朝鮮爽蛋牛軟也挺好吃 咬下去有些肉汁 還有挺重牛的油香味 黑松露手打蜜魚滑細細分也不錯 不過不是很重鮑魚味 響能就一般 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很脆 很脆 飲品方面除了一般紙包飲品 汽水之外 還有它自家製的飲品 涼茶方面也有列明功效 和不適用的人士 貼在冰箱上 大家可以留意 拿完四支去拍照 我覺得很有氣勢 四支的味道排名如下 營養碟豆花茶我覺得是最好喝 甜得來帶一點酸味 裡面還有一些爆珠 養生落神花茶也不錯 甜味足夠 不會很酸 也挺開胃解膩 提神薄荷烏龍茶 喝起來和平常喝的 汁裝烏龍茶分別不是很大 只是加入了很淡很淡的薄荷味 而排最後的是我本身期望最高的 冰糖燉檸檬 它不夠甜 還有很重的檸檬苦澀味 甜品方面有自己知的雪糕 也可以選擇原味、芒果味和蘭蕎 旁邊都有配料可以自己加 原味是乳酪味 口感我覺得是偏沙一點的質感 不是很滑 乳酪味也不是很重 而芒果味的雪糕是更淡 總括而言 離座前30分鐘便會最後一份 以便宜價任食火鍋來說 我們都頗滿意 環境舒服 又沒有樓單 店員的服務態度也很好 肉類的質素也不錯 而且其他食物的選擇也很多 有興趣的話可以一試 多謝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有關這條影片的資料 可以在下面的複筆裡找到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訂閱我們 拜拜